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继续长年期第十八主日的星期四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都在 以人与人之间会彼此的认识 去了解一个人到底是什么 记得他的名字 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福音 耶稣问他的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因为他看到门徒们跟他相处在一起 好像只是一种表面的认识他 所以他要再问问 告诉他们到底你们说我是谁 所以很多从侧面去 他们宗徒们听来说 耶稣是可能是西泽若翰 可能有的是厄里亚先知 或是说耶勒米亚先知 或是古来古时候 其中一位先知 我们说众说隐隐 我们说看到后来只有佛多禄 他得到天主的启示 他就说你是墨西亚 永生天主之子 他宣告耶稣是墨西亚 跟他是天主圣子的圣混 这也是来强调 这也是来强调他跟天主圣父 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 那我们说耶稣来 他建立的一个教会 后来就将这个钱柄交给佛多禄 他建立的教会 以后佛多禄来继承 就把这个耶稣交给他的这个钱柄 世世代代这样一个传下来 那我们说耶稣也透过这个教会 他将真理的道理 一直到我们的世界末日 天国来临 这个期间 教会成为一个我们说传递的 救恩的一个通道 那我们也看到耶稣 他要人去认识他 并不是一个表面的认识 这个认识是如同夫妻 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认识 更亲密的了解 我们也看到今天的读经医 在耶路米亚先知所提到 古时候天主愿意用一种耶 一种蒙耶跟他的显明定立 后来跟他们建立这样的关系 从离开 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在旷野的定立 后来他们在冲金流亡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又毁耶 然后又不认识天主 天主又再一次跟他们定立这些蒙耶 都透过先知 这些天主的这些特贤的人 这些民长等等 来帮助他们更认识天主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透过耶路米亚先知 天主透过耶路米亚先知 一言将来真正的天主的使者 就是我们说耶稣基督来要给我们建立一个永恒的蒙耶 那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去认识他 所以我们说 其实我们认识天主跟他建立关系 有这样一个耶稣 我们说这些来往 并不是一种法令恐惧的一种耶稣 而是一种爱情的一个 我们说一种爱情的法律 这种耶稣是帮助我们更成长的 那我们也在今天的大公会议 也更引证耶路米亚先知的这一句话 来说明所预言的信业 以在耶稣身上来完成 那就是耶路米亚先知所说的说 传达天主说 我要将我的法力换在他们的废符里 写在他们的心头上 我要做他们的天主 你们应该认识上主 这也就是耶稣来 让我们去认识他 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 然后跟随他得到天主的祝福 这个目的 所以到底耶稣是谁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寻找他 去认识他 祝福大家 平安 喜乐